这部车是同行搞过来的 他知道什么问题 油棒不工作 你看这个外壳全部都拆下来了 就直接可以拔衣服一样 把它拔开就得了 这个油棒他是换的新的 他认为是汽油棒的问题 他就把汽油棒整个换新的 换上去之后呢 这个问题还是没得到解决 油棒一人不工作 不过油棒的问题很好判断 就是打开店门手 他油棒有个电机嘛 他会吃吃响 如果打开不响的话 那肯定可以证明油棒不工作 那时候要检查下油棒 他这是线路不通电导致的 那我们现在把油箱拆开 检查下这线路有没有电到 打开店门手 这油棒一人不工作 听不到吃吃生的 这个电池也没电了 那我们就用大电池搭一下电吧 打的机发动机硬转是正常的 感觉刚压也还可以 那我们用这种四灯测量一下油泵通不通电 这时候打开店门手 灯不亮 证明这个部车线路有问题 我们把捏纸加在正极上 量一下负极通不通电 这负极是正常的 修这车 我的对线路不俗 搞得我的一脸懵逼 反正我对线路的思维逻辑还是比较好的 再看一下寄电器这里 拧开店门手 只要这寄电器会搭一声 可以说这个寄电器一般都没啥问题 寄电器的工作原理就是整流嘛 要我说的通俗易懂的话 我可能表达方式还是有问题 以后努力学习吧 本来我的水平就不高 初中的没毕业 就这样吧 这条线的颜色跟油泵线的显色一模一样的 这下面插的什么东西 这里管都烂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 谁知道的 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 先检查一下保险吧 看一下保险室有没有烧 那个师傅说 他检查过保险 保险没有问题 那我看一下这线有没有断点 没有断点 那我们把这个寄电器给拆下来 看一下这个线的颜色是通往哪里的 一般寄电器这条粉红色线 都通往保险室这里的 这条就是粉红色线 粉红色线一通电的话 他通过寄电器一整流 他就通往红黑线了 我们用试的试一下保险通不通电 保险室看上去没有烧 再试一下另外一个保险 这个保险也是通的 证明保险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条粉红色线就是不通电 到底什么原因呢 这时候再测量一下保险的针脚吧 保险的针脚都不通电 保险室是好的 这种就是隐形的问题 你看保险室针脚都已经氧化掉了 难怪不通电 这种保险室白色的是25万 那我们就找回白色的25万的去 这下就通电了 我估计问题肯定出现在这里 快干电门锁 这时候就通电了 所以说有时电路问题 靠的是经验细节 这下油泵就正常工作了 这个通光商帮他弄好油泵就可以了 其他不用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